大家好,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虽然今节内容相当惨,没想过有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年代再继续发生 先报一报日子,就是2022年8月16日星期二,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like我们这段影片,最重要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还有《正向报》再加上《浪冷气》,需要大家订阅、点赞、分享,最重要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好了,台仰,我们今节回来说这个叫做卖猪仔,好吗? 好啊 那为什么看到这宗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么震惊呢? 现在的资讯科技方面,很发达也很流通的 人人也有个手机,非洲原始森林那些土主当然没有了 不过对于消息方面的灵通,简直是博通全球的 你拿来上网也好,什么都好,世界大事新闻,除非你活在北韩 如果不是的话,基本上你很多都会看到了解得到 是的,没错,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地方 基本上你上网查一下,应该很容易找到资料 但想不到啊,去到今时今日二十一世纪,资讯科技这么发达的底下 竟然有一些事情又重新又... 竟然会有人真的觉得去到这些地方,会找到大钱会发达才恐怖啊 某程度上这个卖猪仔集团,我们看到那个名字也挺有趣的 他用回自己的名字的简称,KK,叫做KK圆区 大家一听到什么圆区,会不会是什么发展项目,还是怎样的 我们间接也看到他即时利用了网络,甚至科技,去包装自己 有些人可能看了网络上的消息,以为这些东西是真实的,真实的 在里面可能叫做无限商机,会不会下一个脚谷呢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可能有些人误会了以为这样 没想过竟然是一个叫做卖猪仔的猪仔地獄 甚至乎被指为是卖猪仔的最后一站 是,因为不能进去,可能有机会出不回来的,是这么惨的 是,下一站基本上应该就是阴槽地苦的了 嗯,挺可怕的,真是猜不到去到21世纪,还有人信 去这些国家,缅甸这个国家 喂,大家都知道了,缅甸过往发生过什么事 两年前,发生过军事政变 当地的领导人,最近据说就已经被定罪,即是昂山素姬 基本上缅甸,目前来说,虽然军政府就有这个控制权 但是这个国家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狗犯一样的 是 有些地方根本连当地的政府都控制不了的 是由叛军所控制的 没错 没有法律的,很多地方是 现在说的,我们这个卖猪仔的KK圆区 就是由一些反政府这些叛军来控制 所以缅甸的军政府也不知道怎么管他 没法管 甚至乎这个卖猪仔圈里面 就是这个KK圆里面 就是你有命进去,或者你打算逃跑的话 这些反政府的叛军,他们似乎都是一圈的人 可能利益方面,大家是有份齐齐分的 你够胆逃跑的话,就扑下你了 扑下你之后,小心射,不要射中某些位置 变相身体里面的器官就不能够去贩卖 我初头以为较早前看到《鱿鱼游戏》 有一段说说,那天不可以 那些游戏里乱吐,弄得有些人的器官 就不太多,可以拿得到去卖 可能有些只剩下心可以,眼角膜可以不可以 很多不同的东西 没有想过这些桥段,这些情节 会发生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可以圈着一群人来这样做 神经病,看见都会吓到一条 很恐怖 最惨的就是,我想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自己才是恐怖 缅甸是什么国家? 上网查一查,应该大致了解到 怎会觉得去缅甸可以发达才行? 好,我们先把这件事尽量脱开 好吗? 好 谈谈泰国曼谷警方时 就在今个月的十三日 逮捕了一个,他的名字叫做 蛇智江的柬埔寨公民 據說這位蛇智江早在十年前已經在內地被通緝 後來又在東南亞以蛇輪海身份 到處搞活動 成功把自己包裝成一個華雙形象 把自己包裝得很有型 然後又搞很多不同的記招 或者搞很多不同的團體活動 例如香港緬甸什麼好友協會就職禮 搞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後現在是跨境網路的賭博大亨 在2012年因為涉及賭博的犯罪 所以被內地通緝 剛才提到後來就入籍了柬埔寨 拿著柬埔寨的護照周圍行走 我們再看一看 即使台銀聽到什麼網路賭博大亨 如果相對地起 我們看到最近期洗米國在澳門 現在就在路環環壓 單案也在審 如果相對地兩個來對比 洗米國人詞很多 洗米國是濕碎的 這位蛇之江根本是小無見大無 雖然大家都是賺大錢的 但是這個蛇之江的惡劣程度 簡直是十級可以算得上 你猜不到一個這樣的人 本身他在內地被通緝 逃到東南亞 有一個新的身份 後來還入籍了柬埔寨 最威脆有一次 連菲律賓總統 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在2018年 那一年 這位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就去訪問 途間 竟然 連獲得杜特爾特 邀請了他 一起 跟習主席一起 晚宴 嘩 這張照片拿來可以找到吃了 說話先 他搞了一件事 叫做亞太國際控股集團 說自己是其中一個持有者之一 也是緬甸邊境賭場 搞娛樂開發項目 亞太新城的主要投資者 當然他已經被國際刑警通緝 發出了紅色通緝令的目標人物 他剛才提到就是搞了這個豬仔地獄圈 KK園區的物主之一 當然他這件事 包裝成為什麼 智慧產業新城 還是怎樣 這是開玩笑的 很誇張的 我們看到一些照片拍出來 附近 南天白雲 又有很漂亮的海景 沒有想過這個地區範圍裡面 住下的人 簡直不見天日 差不多 就快沒命了 業績不好就會沒命了 你業績不好就打你了 業績好的話就不用打了 但是最慘的是每天工作都要向員工抽血 那些血量當然要拿去賣 真的不要這麼慘 很多不同的事情 先說一下 入了這個區的人 為什麼會進去 當然有不同的情況 你會進去的 可能告訴你 裡面有發展 裡面有金融 還是怎樣的 什麼電子金融 什麼網絡交易 都可以 勉強說得通的 因為他叫你進去做一些詐騙 去騙人錢 店騙 例如做殺豬盆 如果你是女生的男生都照殺 去向人虛寒問暖 騙人投資 這個 KK園區 其實不是一個最大的人口 去搞買賣 這個區 但是他的殘暴程度和恐怖程度 是可以說 認了第二 都未必有人敢認第一 是很狠手 這個小志剛做事 真的是 每個人都掌杆掌盡 除了員工成為血牛之外 如果不聽話 就鋸了你 鋸了你 將你身體一些部分的器官 拉起來 是這樣的 然後 私人就不知道他丟到哪裡 是這樣的做事 這傢伙 真是可怕 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景點 這個園區 假如結束之後 會不會呢 成為一個犯罪的示範單位 這裏曾經發生過21世紀的賣豬仔園區 然後將一些人的頭骨 或者剩下的東西放在那裏 當時的那些人 還在紀念館 沒錯 可以不可以呢 夠膽的 緬甸那邊 到時候拿來這樣做會不會很害怕 應該不會的 最慘的是當地不是緬甸的政府控制 是由當地的叛軍控制 基本上是智成一國 連當地政府也進不去的地方 可想而知他們的惡劣程度 是有多可怕 最壞的是這個蛇志剛 這個人也將生意做得很大 經常 尤其是在台灣 打很多廣告 說在那裏有發達 問題就是 其實 我相信他是很清楚的 台灣 自從疫情之後 其實那個經濟 一直一般的 很多人因為這樣的失業 有些人可能失業太久了 真的沒有錢花了 在網上看到 有些 那麼好的工 自己又覺得應該可以做到事 那隻身去試試一下 怎麽不知 自己買了機票 去到那裏 原來就掉到陷阱 這個多慘了 說一下 有些甚至乎 是說會提供機票 說給你聽 會有食宿 還是會給你 所以為什麽有些人中招 就是這個原因 中招的那一群 我接下來可能在另一節才慢慢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在台灣發生的故事 為什麽那些人會這麽愚蠢 最新的手法究竟是怎麽樣呢 聽見都得人害怕 那麽好了 為什麽這個KK園區 這麽得人害怕呢 因為他是 尾站 他覺得你的利用價值和你值錢的東西 就是你身體的器官 即是你多有天才 多靚仔靚女 甚至乎有多厲害 打空翻 或者打字打得很快 一分鐘打八個字 這些通通都不值錢 總之到最後你的價值 就是把你的器官拿去買 而且他們都是有些渠道 整個產業鏈 即是器官的產業鏈 都會準備好了 嘩 令人害怕 因此他們就覺得 隨時打死你 反正你可以拿去買 你剩下的那些 女的如果漂亮一點 據說還可以再拿一下 當然是拿些錢出來 那怎麽樣可以再拿到 大家應該都相信明白 那麽不單止台灣地區的人 受騙會過 亦有些是內地的人 亦有朋友都試過 被騙了 去了KK園區 那麽都是 有一些叫做僑倖 有命出得回來的 甚至乎有商量好 說好數 給了贖金 真的讓他們離開 都有的 這是一件事 各式其式的 即是沒有一個特定的制度 園區裏面就大概有 據說有一萬人在裏面 都幾多人害怕 一萬人 一萬個 所謂的員工 其實是血牛來的 要他們平時日後 就不停地騙錢 做電騙 放工還要抽一抽血 拿些血就是值錢都拿去賣一下 有些人其實都很幸運 自己想到辦法 可以離開 但條件就是 據說有這種手法 你走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欺騙你的親朋戚友過來 你一個換幾個過來 他們過來了 他們就放你走了 他們想到這個辦法 造成一個循環 很多人真的很想走 弄到他們要欺騙親朋戚友 欺騙多些人過去 造成會越來越多人 不停地循環 所以現在聚集到一萬人 都很誇張 整條村都去那裡 他什麼手法都有 你為求可以離開 有些像 幸運連鎖信 或者那些叫什麼 午夜空靈 你看完那頂帶 七天之內 你要交給下一個看 不然你就會死 跟這些情況差不多 有些會說 你要跑業績 裡面的園區 都真的搞這些詐騙 金融 很多古靈精怪什麼都有的 你騙人也有 或者做別的不同的東西 總之騙人錢 主要來說 你跑不了業績的話 達不到數 要跑數的 會有一些叫做 要你罰你跑步 或者叫你搬磚 甚至乎 會用木棍吐你 假如你跑出那個園區的話 外面會有士兵 甚至乎會追著你們 直接 把你放下 這些可能會打腳 好像某些師傅所說的 是的 哈哈 簡單說少少先 台灣地區的形式 究竟是怎樣 會哄到一群人 會過去呢 其實有好幾種的手法 有些可能會在網上推銷 海外有這些空缺 月薪可以去到 10萬元新台幣 包食宿 包機票 包酒店 代辦護照 還會確保你 每三個月就可以回到台灣地區一次 嘩 看見就好像很準 另一些就叫做網路情緣 例如告訴你 例如我在緬甸 或者在KK園區 裏面做事的 類似台灣地區的人也好 或者在哪裏 懂得說中文的 華裔也好 什麼都好 跟你搭上了 不如你過來一起做吧 我們一起在這個園區裏面的發展 多好 如果你真的相信他 有些可能會是 投資 如果不給錢 騙到他錢 你就過來 你 拿回 這個offer 找到一些人 剛才唐人說的 可能就叫做放你 想起都突然害怕 看到那些 做血牛的 挺瘋的 可能就說 你的朋友 可能跟你在泰國旅行 是朋友 記得本身是 可能聊聊聊玩玩玩之後 可能就說 不如這樣 你最近想發展 不如這樣 我知道 很接近 緬甸那邊 接著哪裏 這個叫亞太新城 給網上看看 這是智慧產業區 很多好東西 很多內地的朋友 都會來這裏賭博 賭回兩手 這樣那樣的 正呀 接著帶你過去看 誰知道 一進去 園區裏面 很快 有人說要收走他們的護照 收走裡面的東西 接著按住他們 說要抽血 還是怎樣 幸好 不知如何求饒之後 才能夠 離開 太多太多這些慘案 在這裏面 發生過 這樣也有 現在 爆了這件事 可能被人看到 譬如柬埔寨 或者是 緬甸 這些 叫做筍工 哇 壞點說 台灣地區 還有不少的人 還會研究 究竟是不是 他們出事 現在KK園區 發生問題而已 不是KK園區 就可以了 他跟我說了 不是KK園區 KK園區 只是一個 其中一個地方 不單止在緬甸 柬埔寨也有不少 這樣的地方 在從事類似的勾盪 那個才是很恐怖的 真是看到 都突然害怕 最可怕 就是他說會 拿你的器官去賣 基本上 已經不值錢 你的命 應該這麼說 你的命就不值錢 你的身體 的器官就值錢 沒錯 所以人家很願意 撕下你的 萬一你不聽話 就撕下你 你也沒有仇報 也都 不明不白地去死 家人 也都不知道你去了哪裡 突然間就人間蒸發 一樣 不單止如此 像柬埔寨的國家 其實都是跟緬甸 基本上都不相伯仲 一來貪污程度 非常之嚴重 你做什麼 你都要付錢 你沒有錢 根本什麼都做不到 就算你 知道 你有情報 你知道 你有朋友 被騙了他 你想去救他 你帶錢去也好 就算你去到警察局 告訴他 你的朋友在哪個位置 他們都不一定受理 因為你可能沒有錢給 甚至乎 當地那些壞份子 也有跟警局的人 一起勾結 做案 你一報警 人家就立即通知 那個不法集團 立即將 目標人物轉移到其他地方 到時就算你踩上來也查不到 對 那種得人害怕的程度 我不知道 我馬上會想起 柬埔寨的 S21 集中營 那時候更加恐怖 這個 KK園區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很恐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S21 去逛 還是怎樣 有個類似走廊的位置 拱門 形式 短一點的路 你走到那裡 拱門 好像走廊 又沒有陽光 你會覺得陰風陣陣陣的 陣風吹過來 還有 你會發覺 你看一下 為何那些地下的泥巴 那些泥地 你會發現到 白色一粒粒的東西 有些是骨碎 有些是骨碎 有些是牙齒 隔了很久 牙齒都還在 所以如果我建議一些人 如果你要去S20那裡看看 你穿一雙去完 就扔的鞋子 就會好一點 你不要說 穿了一雙Like Adidas的過去 還是怎樣 那就不好了 要搬個膠套 搬個膠袋 是的 這樣也行 不過我怕你 我怕你滑了 一彈到地的時候 你可能會暈倒了 被地下的牙齒 被牙齒慘了 是的 你看到很多 尤其是會拍攝的照片 就放了出來 這些地方 因為當時也是 會用電擊 又會用邊 還是怎樣 其實跟現在的KK園區一樣 有些人也說 做的一樣 是的 進去的時候你不聽話 或者你一進去的時候 都不跟你說那麼多 就拿那些電棍 一打下去 就這樣 爛到你那些 皮開肉爛的 等你害怕了 老實說 你這樣的話 哪裡有人 會有心機跟你做 去跑業績的東西 不是每天都這麼好業績 是嗎 但是他們不介意 反正大把水於去 你不做下一個人做 真餓 就整天香港 就浪費你 直接拿下你 好了 是的 另外,也亦有一些都在說 他們呢 是唏署 要 brute 賣了幾種 會是자가 賣一賣一之 見別人也是不害怕 看到 每個匣 园区也有各自各自己找到的 有些女性就要她们利用她们的身体 帮她们榨取一些钱 可能觉得她们榨取不了那么多些什么 或者觉得厌倦了 有些人就觉得她好像不太受欢迎 好像不合作 又将她卖去另一个园区 所以卖一下卖一下 卖到KK园区的时候就叫做最后一站 我见过一些个案 最近有些说卖一下卖一下卖了四转 四转 真可憐 一个月里面走了四转 即是你住在不同的地方 去到这样也有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这些个案爆出来 例如如何过去打工 或者什么时候有哪些人过去哪里 甚至是马来西亚的 也会走过去寻求一些机会 很多这些说从事什么网络赌博 甚至是什么搞赌场 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我见过一些朋友 去帮忙搞一些 甚至乎俄罗斯 那时候有个朋友 真的有一个真的 真的有一家要开什么赌场 还是什么 国际集团 后来不是又是坏散 不是又不行 是吗 很难做的 怎么这么容易 你说开赌场就一定有人来的吗 还有你一说到赌场就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 对不对 这么容易搞得起 骗你大把 是很惨的 看到这些 记住这些叫做卖猪仔的 大家真的要看清楚看多一点 不要以为自己真的有机会是 special 我是例外的 他们是笨的 我没有那么笨的 是的 台湾方面就出现了很多这些人 所以有些警察 直接要去机场截住那些人 叫他们不要去 截住那些人 尤其是 特别留意一些 单个人 要去柬埔寨的就截住他 问他去那里做什么 如果你是一团人去旅行那些就说 一般来说 你去工作通常都是一个人 背着背囊飞过去 但是台湾政府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和缅甸没有这个 或者柬埔寨没有这个所谓的帮交 尤其是上来 台湾当地的政府是帮不了手的 是帮不了手 帮不了的 靠民间自己 是的 有个警察在机场截住那些人 都已经算很好 反而内地的政府 如果你是内地人的话 你还可以 如果你聪明成功的话 可以跑到当地的领事馆 都还叫做可以救到自己 台湾人去到那里 很多时候的慘况 都是非常可怜的 是的 到时另一节 就会说一下 我先提醒一下 你说S21那些 有些地方进去 就不准你 立暖 叫做拍照的 就说可能对于 叫做不尊重 会不会不准你拍照的 你还硬偷偷拍照的 记住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到时那些什么敲闻室 炉房 还是怎样 滴了你进去就不关事了 这些地方真的要小心 没错 有机会再说一下 例如刚才我们提到 柬埔寨金边的S21 看回当时的文献 或者是怎样 BB那时候都不放过 觉得他们是罪人 就这样飞到一些 爬藤都可以 这样也有 那我们回来了 就是 最后的KK圆区 现在再说这些 甚至乎 这个地方究竟 未来会怎样 我想都是暂时一段 颇长时间 都是这样无法无天 所以没什么事 不要去那里 除非你跟一个大集团 即跟团去旅行 那些都还可以 因为你跟团去旅行 一般来说 安排都算不错 但是就算 我觉得你一个人 去当地旅行 其实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没错 这个真的是 因为太多那些 如果你去柬埔寨 例如这些地方 你看到有些小孩 你看到很可怜 但你真的要小心 有些可以 但你真的要小心 你看清楚 附近有没有什么人 看着他 控制他 还有一句 才不可以露眼 我的朋友 当时 稍微 带了很多钱 就是被人搜到 之后 就给了钱 这些小孩 就是给他们买些 纪念品 后来就是这样 就被人拿一枝炮 那整个人包都交出来了 是啊 他拿一枝炮 不是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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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拿一枝AK的东西来 对着你 的理由后巷 然后两个人夹着你 你怎么办 立即把钱包拿走 就算了 没得选择 太恐怖了 你再让他看到你的护照 护照也拿你 因为护照也能卖到钱 护照也值钱 是啊 正东西 很棒 有护照 什么都拿来卖 太窮了 最惨的是 这些地方太窮了 当地政府 他们的管治水平非常低 这么多窮人 每个人都侯着有钱 你看到你是旅游人士 立即扔你一筆 如果不扔的话 都不知道等什么时候 所以他们 一个一个都是 金睁火眼盯着一些游客 哪个呢 有些什么 荷包好像脏脏的 就立即埋伤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 记住 我们不是说想去抹黑 或者叫做 不是抹黑的 狂踩东南亚的地方 还是怎么样 他们真的有这些社会问题 我明白每个地方都有好人 例如柬埔寨 刚才我们提到 S21 过去来说 差不多四分一以上 一些年轻力壮 都因此而走了 有一些去到泰国 所以你看回柬埔寨的舞蹈 你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 我们去泰国看的 就是这样 所以对柬埔寨方面 真的年纪轻一点的劳动力 又少 他们唯有挺而走险 做这些事情 会比较快一点 还有 如果你看到一些小朋友 真的当地看过 很多小朋友 他们的手手脚脚都不是这么齐全 有人打他们 还是怎么样 不是的 原来有一些 问过他们 你看得到的 其实他们不是齐齐齐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他们可能去一些草虫 或者一些山区 看看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去那里玩 原来那里有些地雷 是啊 是啊 甚至乎会爆炸的那些 有些菠萝就迫了它 留得一条命 已经算很好了 很惨很惨很惨 我们KK圆区这个位置 暂时说到这里 还有台湾版本 到底是怎么样 到时再说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